要特别提醒凤林镇的民众要注意了 凤林镇公所将开放镇民 在1月7号以前提出预约 进行一般家庭大型废弃物的勤运 并且在1月9号到13号 一连这几天免费来为凤林镇民来勤运 在年节之前需要整理的民众 可以到凤林镇公所来预约 方便民众进行居家的整理 农历新年将至家家户户开始大扫除 清出大型旧家具以及家电等 凤林镇公所在年前1月7号以前 开放镇民预约大宗废弃物 免费收运的服务 那我们凤林镇皇宫所 目前是已经有公告贴出了 我们在预计在1月7号以前 所有的凤林镇的百姓 你要清除大型的一些的家具 比如说电视、旧橱柜、床垫 这个一般没有办法复合的 在运的一个大型的垃圾 那我们1月7号以前 必须向我们的皇宫所 来提出一个预约 我们预估在1月9号到13号 我们免费的来为我们 所有凤林镇的乡亲 在年节之前 所有的大扫除大型的 我们的一些垃圾 我们会由公所、皇宫所 来免费的为我们所有 凤林的乡亲来服务 过完年之后 如果还有大型的一些垃圾来讲 那我们就是依据我们花园线 大型的家具的清运的管理办法 那我们每一趟的车次啊 是着收1000块的清运费 然后所有的大型的被汽物啊 每100公斤是125元的一个 一个标准在收费 希望我们所有凤林镇的乡亲 能够把握我们过年前 这个皇宫所免费清运的期间 向我们皇宫所给来提出申请 我们皇宫所的人员 一定会尽全力 来协助我们所有的凤林的乡亲 在过年前 能够有一个干净 舒适的一个年节 清理大宗废弃物 即日起至7号以前 受理民众预约登记 并且将在1月9号至13号 将家派车辆前往清运 可清运的大宗废弃物包含 电视冰箱 沙发衣橱衣柜 桌椅 弹簧床等 每户清运一次为限 记者林杰 凤林镇采访报道